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喂喂 喂喂喂喂 有聽到嗎 一個人 怎麼沒有人 欸有了有了 終於有人 六個人 好冷清喔 怎麼六個人這樣子 這也不是頭箱了吧 這應該不知道好幾箱了吧 哈囉 可以去幫我晚餐一下人嗎 十四個人 二十二個 現在這裡 是大家還在睡午覺嗎 哈囉 午安啊 這也不是頭箱了吧 這應該不知道好幾箱了吧 哈囉 沒有沒有 可以去幫我外面呼喚一下 十四個人 二十二個人 現在這裡 是大家還在睡午覺嗎 哈囉 午安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會有回應 我還是把聲音關掉好了 四十個 好啦 反正就是 大概先講一下吧 就是 最近應該大家覺得說指數很強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的大盤 那大盤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從 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先把均線拿掉 好 好 這是現在的大盤 其實可以看到 這幾天的強度是非常的強 就從 6月1號 6月2號 6月3號 6月4號 這幾天基本上指數都是一路往上攻擊 那如果說你是之前有訂閱文章的同學 你就會知道說就是 我們把那個線來畫一下 我之前有教過大家一個判斷的方法 等一下 我忘記我還沒切螢幕 這樣應該看到了吧 這樣應該有看到 四十幾個 差點錯過 不過有六十幾個 反正就是 我先講就是大概 呃 就是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反正現在大概三點零五分嘛 大概就是講到大概四點 四點左右的時間 那就是一個小時 來跟大家聊聊天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現在的大盤 那其實說真的就是在 之前的文章 而且我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關於這個盤 是要怎麼樣去判斷 好 那在之前我先就 呃 在最近的 Pressplay的文章 有教過大家 關於說 大量K棒的運用 好 那大量K棒的運用呢 你看喔 目前來看 我們看到這一張圖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這張圖目前的 最大量的K棒是哪兩根 我先把它標示起來 最大量的K棒就是這一根 跟這一根 沒錯吧 最大量的K棒 沒畫面 有畫面的 應該有畫面了吧 應該有畫面了 還是沒有畫面嗎 有沒有畫面 哈囉有沒有畫面 回應我一下 好不好 有沒有畫面 有嗎 欸沒有理我 有看到線圖 大家聊一下 就是最近的一些情況 好 首先我們看到 就是在看到一張圖 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是哪個 一定是先注意這種 大量的K棒 我這樣講喔 所謂的大量的K棒 就代表說 這一根K棒 它可能會有 比較多人去交易 那比較多人去交易的情況之下 籌碼就會比較雜亂 所以說我們在看一張圖的時候 你第一步驟 一定是先把大量K棒 先找出來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就先把大量K棒先找出來 好 那我們看到 離現在 我們先把 看一下 我把先 這是上禮拜的線 好我們看到大量K棒 就這兩根 有綠色箭頭 這兩根 好那記得一件事情 大量K棒的高低點 它非常重要 我們把這條線先畫下來 這一根K棒 我們看喔 這一根K棒 這一根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大量K棒的高點 你有沒有發現 它大量K棒的高點 如果突破的情況之下 我這樣講喔 原本大量K棒的高點 會是壓力點 但是當這個壓力 如果被突破的狀況之下 這個壓力就會變成是支撐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條線畫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指數 指數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好像都沒有跌破對不對 是不是都沒有跌破 沒錯吧 指數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只要回到這邊的時候 都沒有跌破 好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個大量支撐 它是有效的 它是一個有效的支撐 OK到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那如果說好 那如果說我們要看壓力點的話 好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壓力 我剛剛講過了 大量K棒的高點 這根K棒是不是大量K棒 是 這根K棒它也是一個大量的K棒 也就是說它的高點就是一個壓力點 好那一樣 我們現在把這個線再把它畫起來 好你有沒有發現 我先把其他線先拿掉 我們只留下這一條綠色的線 好我們可以看到喔 你有沒有發現指數在這一根K棒 這一根 它這根K棒它是碰到大量K棒的壓力就下來了 沒錯吧 好那再來看 這一根 兩根三根四根 你會發現 它都一直在碰大量K棒的壓力 它沒有站上 這幾根K棒它是沒有站上的 所以就表示說 大量K棒的壓力點 它一直沒有站上 但這種狀況之下 它就不算是突破 那什麼叫突破呢 所謂的突破就是說 你看喔 這一根K棒 6月1號的這一根K棒 它是不是突破了什麼 突破我們剛剛畫的這個箭頭 突破了大量K棒的高點 這個情況就表示說壓力點已經突破了 好那壓力突破之後自然又怎麼樣 壓力突破之後 股價往上走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 我們在看一張線圖的時候 你一定是先把這種大量K棒的高低點先抓出來 如果大量K棒的低點被跌破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說這一檔股票它是有一點問題的 那如果說大量K棒的高點站上了 那就表示說指數或是個股的狀況都還會繼續往上走 這樣OK嗎 到這為止應該都聽得懂 這個就是所謂的壓力跟支撐的判斷 那我們在判斷支撐壓力的時候 就是要用到這種大量K棒 好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 所以看到從這一根K棒 所以看到從這根K棒開始 股價突破了大量K棒的高點壓力之後 就一路往上 有發現嗎 好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去判斷的一個支撐跟壓力的概念 我這樣講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因為你去判斷支撐跟壓力 你才知道說股價什麼時候突破 突破之後它往上走的可能性才會比較高 那如果股價在還沒有突破之前 它就是一個盤整的走勢 可以看到6月份的時候是整個月份 整個月份它都在什麼 都在一個盤整區間當中 這個就是所謂的當壓力還沒有突破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才做過多的交易 其實你就是浪費時間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壓力點還沒突破 代表說個股它就是一個盤整盤 好那這樣應該沒有問題 好那如果講到現在 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要看的是更上方的壓力點 那我們現在把圖縮小一點 我們現在把所有線線拿掉 好我們把圖縮小一點 我們來看到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這邊有個缺口 有發現嗎 這邊有個缺口 我們把這個缺口先把它畫一下 好我有講過 在之前的直播 或者在之前 對今天沒算掉吧 或者在之前的Pressway文章 我都有講到就是關於說 在這個缺口的應用 這個缺口你看喔 這邊是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對不對 這邊是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所以缺口的上緣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壓力點 下一個壓力在哪 我現在就畫出來 下一個壓力就在這邊 你有看到 這邊有個向下的缺口 缺口的壓力就在哪邊 就在這邊 好那現在股價有沒有突破 有 可是你發現喔 這兩天都怎麼樣 好 我們把這個圖放大一點 你有發現這兩天都怎麼樣 都是連續在什麼 亮縮 亮縮 對吧 好你有注意到喔 現在的狀況是 它都是一個亮縮的格局 好 這邊注意聽喔 我把圖再講清楚一點 好我們先看到這根K棒 我們現在先看到這根K棒 這邊注意聽喔 好你看喔 我們先看到這根K棒 這根K棒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比較長上影線的K棒 好像這種比較長上影線的K棒 這種狀況代表說 它的支撐力道其實沒有很強 OK 我們先記得這個喔 它的支撐力道其實沒有很強 雖然它是架長亮針的黃K棒 但是它的支撐力道其實沒有很強 那我們怎麼判斷呢 我們要去判斷說 這一根K棒的壓力點 它的高點 要突破 好順便看到 壓力點在 你有沒有發現 到了這一根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根K棒是不是量更大了 量更大去突破了前一根高點的上影線 有發現嗎 這種狀況就表示股價還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好到這邊應該就沒有問題 我們先記得這個型態 我再重複講一遍喔 首先 這一根K棒它因為量縮 它是量縮的沒錯吧 這一根K棒是量縮的 它量縮了去突破了 之前這邊的大量K棒的高點壓力點 好所以這一根K棒它雖然突破 但是它後續要補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隔天怎麼樣 隔天又上去了 它量的有沒有補出來 這根K棒的量有沒有補出來 它有喔 這根K棒的量能有補出來喔 可是你有發現 量能補出來的情況之下 它的上影線怎麼樣 是比較長的 有看到喔 它的上影線是比較長的 好 那像這種上影線比較長的K棒 就表示它上方的壓力其實有一點重 那所以說如果要化解這些壓力的話 你就必須怎麼樣 必須指數要把它的高點吃過去 所以看到這一根K棒 它開盤是不是就把壓力吃過去了 沒錯吧 所以這一根K棒 這一根6月3號的這一根K棒 才會這麼的強 那這一根K棒 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就是一根突破K棒 這沒有問題 好所以說我們繼續來看下去喔 如果你剛剛都聽得懂的狀況之下 那我要繼續講現在的東西 好你看 到了這一根 你會發現它又是一根什麼 這一根K棒它又是一根什麼 十字K棒 好我這樣講喔 如果以6月3號這一根實體紅棒 跟6月4號的這一根實字的K棒 我這樣講 實體K棒的強度一定會比像這種 十字K棒還要強 記得K棒我們在判斷K棒的時候 像這種紅跟黑 你在判斷K棒的時候 如果K棒的長度越長 它的實體部分的長度越長 就代表說它的力道就越大 所以像是這種實質的量縮K棒 它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懂意思嗎 我們在看K棒的時候 你要知道K棒 這一根K棒它可能代表是什麼意義 像這一種實體K棒較長的 實體K棒較長的 就代表說這一根K棒的力道比較大 那像是這種有上影線比較長的 或是這種實質K棒 就表示這一根K棒本身 它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 這一點我們就要知道了 好那再來 所以說 當出現這一根實質K棒之後 下一步 下一步你就要觀察 它亮針的時候 的K棒是長什麼樣子 順便可以看到隔天 欸 你有發現 這一根K棒 我們把這一根K棒 6月5號這一根 跟6月3號這一根K棒來比較一下 你有發現 6月3號這一根K棒 它是開盤價 就直接跳過了6月2號的高點 有發現嗎 而且6月3號是價漲量真的 去過了6月2號的高點 這根表示 6月3號的K棒強度是比較強的 好那我們看到6月5號這一根 同樣的前一天都是有一根類似 那種實質K棒的轉折 可是你卻發現 6月5號的這一根K棒 它的開盤價有沒有跳過前一天的高點 沒有 而且呢 它的量是增加還減少 它的量是減少的 所以就代表說 到了這邊 到了這邊 雖然說指數 應該說要崩盤 可能也沒那麼容易 但是 可以知道說 越往上 現在指數到了11500點 越往上之後 整體的力道 是開始在減弱的 你有發現嗎 從剛剛講到現在 這樣聽得懂嗎 聽得懂回應一下 如果 我這樣講到這邊很重要 這個就是K棒的判斷 那如果這邊你不懂的 那再跟我講 我再解釋一遍 但是你要知道說 現在的力道是強還是弱 這個很重要 你要知道現在的力道是強還是弱 那像這一根K棒 6月5號的這一根K棒 它的力道強度是比6月3號還要弱 所以代表說指數越高 等一下 所以指數越高 它的力道越弱 那你想喔 指數越高 力道越弱 就表示市場的追價力道在降低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怕 大家會怕說 怎麼指數越來越高 大家會怕 那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指數就比較有機會會回檔休息 所以重點是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上禮拜五 而不是上禮拜五 昨天美股大漲 所以美股大漲之後 台股下禮拜一的走勢 其實就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因為 如果它接下來 又繼續把成交量又補出來 成交量補出來 又是收這一種的實體紅K棒的話 哇 那這個盤真的太強了 那如果說 禮拜五的時候美股大漲 那假設台股下禮拜一開盤 它是開高走低 或是流比較常的上影線 那種效 就要小心盤可能會稍微整理 或是休息了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就是 倒還不至於到背離 我這樣講喔 這個倒還不至於叫背離 背離的狀況是說 因為它才一次性的背離 所以這個還好 那它不能說出現架跌量增 它只要不要出現那種架跌量增 或是有那種很長的上影線 這個盤基本上都不會有事情 記得 只要記得這個就好 下禮拜噴不一定 其實下禮拜也不一定會噴 這個等一下再講 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一件事 就從剛剛講到現在就知道說 其實現在越往上 量能是在減少 那下禮拜如果要進攻的話 成交量一定要放大 那成交量放大的話 記得 上影線就不能太長 到這邊為止應該沒有問題了 每股長了八百多 多頭回來 多頭早就回來了 這個你之前有看直播我就講過 如果你有看我的讀書會 或是看直播 我就跟各位講過 這個盤就是一個多方架構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個盤是一個空方架構 從來沒有 這個盤就是一個多方架構 這沒有什麼 因為我在前兩個禮拜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疫情在減緩 沒錯吧 為什麼 因為死亡人數越來越少 該死的都死光了 不該死也不會死 死亡人數在降低 死亡人數降低 代表疫情在減緩 那為什麼最近美國會這麼強 為什麼最近美國會這麼強 因為經濟重新啟動 你有發現最近有什麼狀況 最近你看 這個香港的事情 然後跟美國的暴動 你有發現這些都是 其實都是利空消息 但是指數有跌嗎 沒有 這些都是利空消息 但是指數卻沒跌 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叫 叫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盤就是會往上漲 那等到你又發現 怎麼一直在放利多消息 結果盤卻沒有漲 這叫利多不漲 利多不漲的情況之下 盤就會開始下跌了 這就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最近都是利空不跌 所以從一些簡單的東西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盤它目前是強還是弱 我這樣講這個盤很強 超級強 真的超級強 好可是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張圖 我等一下會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怎麼樣去判斷 會不會崩盤 這個等一下會要講 所以這個等一下 我想聽了就自己留下來吧 好我們來看喔 這一張圖叫什麼 叫周線圖 這張圖叫周線圖 我們先把東西拿掉 好這張圖叫周線圖 對利空不跌盤就是強 你看喔 你在看到這一張周線圖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第一個要看的是誰 剛剛講過大量K棒 沒錯吧 第一個要看的就是什麼 大量K棒 請問一下大量K棒是誰 應該就是這一根吧 是不是這一根 大量K棒就是這一根 好 大量K棒的高點就是一個壓力點 順便把它畫起來 你會發現這禮拜的指數怎麼樣 這禮拜的指數就剛好是 有突破壓力點 可是像這種突破壓力點之後 我這樣講指數可能都還是會震盪一下 你說它會不會一次突破上去 一路噴到底 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說這邊就是剛好去突破了第一個壓力點 那既然突破狀況之下 只要未來指數不會再跌破這一條線 只要未來指數沒有跌破這條線 基本上這個盤就不會怎麼樣 你只要記得這個事情就好 指數不要跌破這一條線 這個盤基本上就不會有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根3月9號的大量K棒的高點 就是一個壓力點 可以發現在上個禮拜這個壓力點已經突破了 壓力點突破的狀況之下 這個盤它就是偏向一個多方的架構 你只要確認這件事情就好 這個盤就是一個偏向多方的架構 我們不知道它是會一路往上噴 還是會整理整理過後再往上 不知道 但是只要未來的指數沒有跌破這一條 沒有跌破這一條壓力線的話 基本上這個盤就不會有事情 這樣懂嗎 我們還不知道能不能站穩 我們還不知道能不能站穩 但是我們只知道說 現在的狀況就是突破壓力 壓力突破 只要之後沒有跌破這一條線的話 這個盤就是一個多方的架構 你只要這樣想就對了 我們不知道指數會不會一路往上噴 還是會整理兩三個禮拜之後再往上 我們不知道 但是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這個盤就是一個多方架構 到這邊OK嗎 怎麼一直沒有辦法突破200人 成交量大 對 大量K棒是說 大量 所以大量K棒 大量K棒是說成交量大 像這一根成交量是大的 所以 大量K棒 大量大量 就是看成交量大的K棒 成交量大的K棒很重要 記得在看 我們在看線圖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看成交量大的K棒 我這樣講的東西 剛剛有人說 這不是可樂啦 這個是氣泡水 現在氣泡水馬一送一耶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等於說一罐大概才十幾塊而已 好 都沒有塗不良本 不管 好 呃 我要講個東西 那 有個東西很有趣的是 大家會知道說 未來什麼狀況 我們需要注意的 好 我現在講 就是 未來發生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能會注意 或是可能會崩盤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 應該說200 囉嗦 200是壓力 等一下突破給你看 氣死我了 幫我去喊一下 199 你看等一下就突破200了吧 然後突破200之後 可能就變假突破 好啦 反正我現在要講 就是說 未來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盤 它可能會有問題 或是崩盤 之類的等等 不管 好 我們來看這張圖 等我一下喔 我們來看這張圖 呃 我先來回顧一下好了 欸不對 好這張圖 沒有發現這張圖嗎 這張圖有沒有看得到嗎 等一下喔 這張圖看不看得到 每次突破都會失敗 對啊 就沒有人啊 這很討厭啊 就一堆跟我說要看直播 結果都不看 這張圖有沒有看得到嗎 喔 看得到看得到 好 你看喔 呃 在最左邊的這邊 你會發現 這張圖叫做美元指數 這張圖叫美元指數 你會發現在最左邊的時候 最左邊最 囉嗦啦 假突破 我跟你們說 再說假突破 我等一下就關直播了 好啦 不要再是假突破了啦 再假突破下去 我就不想 我就不開直播了 好 我們看到這張圖 你會發現 在最左邊 畫面最左邊的地方 是指數一路往上攻擊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 這個叫 這個叫美元指數 這個應該看得到吧 美元指數 為什麼 在這邊的時候 在畫面最左邊 最左邊 看畫面最左邊 最左邊 為什麼美元指數 在當時會一路往上飆升 就是因為市場缺錢 在今年大概三月份的時候 三月份的時候 是不是指數 就一路崩 一路崩盤一路崩盤 那相對而言 你可以看到 美元指數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就是因為市場缺錢 所以缺錢要怎麼樣 賣股票 換現金 所以美元指數 才一路往上漲 這個在之前的直播 有跟大家交過 就是說 美元指數就是我們判斷 未來會不會續漲的關鍵 如果美元指數一路往上漲 如果美元指數一路往上漲 這個盤就很危險 我還記得在當時 在箭頭這邊 我跟各位講 在當時的咖啡社箭頭這邊 我跟各位講 只要美元指數 不要繼續創新高 這個盤就不會死了 沒錯吧 現在過了兩個月 是不是剛好可以印證 當時阿信跟各位講的 只要美元指數沒有創新高 這個盤就不會死 沒錯吧 對 應該這樣說就是美元漲價 對啦 這跟匯率有關係 就是美元漲價 好 那 欸對吧 我在當時三月份 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一定有 這張圖我在當時三月份的時候 我有跟各位講過 我說過 只要美元指數 不要繼續創新高 美元指數不要創新高 這個盤就不會死 所以看到美元指數 在當時咖啡社箭頭這邊的時候 我有講 你看到美元指數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 接下來四月份五月份 美元指數都是在一個 有看到盤整區間 有看到齁 所以最近 看到齁 最近 美元指數 欸 往下跌了 有沒有發現 到了最近 你看到美元指數是往下跌 美元指數往下跌 所以你就發現 欸 怎麼台股這麼強 這樣懂了嗎 美元指數往下跌 就台股就開始走一個波段 這樣了解意思嗎 欸怎樣 怎麼那個人又跌破19 跌破200了 好啦 算了不管了 美元指數往下跌 你會發現 美元指數往下跌 大盤就非常的強 欸 可是上禮拜 你會發現 上禮拜開始 美元指數好像有一點止跌的味道了 美元指數有一點止跌的味道 這個表示什麼 這個表示盤啊 這個大盤 台股可能會稍微震盪 我們是用這樣判斷 當然如果美元指數一路往下 這邊整理的話 台股 它可能也會跟著整理 它不一定會立刻跌 但它可能就是一個高檔會去盤整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就是在看美元指數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有朋友問喔 剛才大盤突破3月份大量K的高點 再往前是沒大量K壓力啊 沒有 這個等一下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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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說熱錢降溫 沒有也不是熱錢降溫 只是因為就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鈔票印太多了 就是鈔票印太多了 所以錢一直往新興市場跑 那可以看到美元指數已經 這樣跌下來跌了一段了 會不會繼續跌 我覺得未來繼續跌的可能性不高啦 未來繼續跌的可能性不高 那所以說盤可能就會稍微震盪 它不一定會下跌 但它可能就是震盪 就可能上上下下在這邊震盪 這樣OK嗎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看的東西 看美元指數 那這個跟我剛剛講的崩盤 有什麼關係呢 那個人數越來越少了 只有194人耶 要不要叫大家去呼喚一下 這人數超少的 不是說很多要看嗎 結果192人 算了啦 反正 Youtube老師好像有放網子 好像有吧 不知道 這張圖大家有沒有聽懂嗎 這張圖大家看得懂嗎 如果你看不懂你要問喔 因為這個東西 我這樣講 我現在直播 從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直播講的東西 其實很多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就是反正就是 這些東西你在外面 你不會聽到什麼人 去跟你講美元指數 你不會聽到外面 什麼交股票老師 跟你去講美元指數 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懂 這個總體經濟的關係 好 所以 有懂的話 OK 有懂的話 那我繼續講下去喔 那等一下 我要講到 市場會關注 關注一樣商品 這樣商品 它會決定了 未來 是否會崩盤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FED的總資產規模 這張圖很重要喔 FED的總資產規模 現在總資產規模 現在總資產規模是多少 7兆 我把那個數字遮起來 這個被我遮起來的數字是7 這個總資產規模是什麼意思呢 好我這樣講喔 大家會關注一個東西叫FED的資產負債表 什麼叫做資產負債表呢 我們知道FED它一直印鈔票印鈔票印鈔票 印鈔票買債券印鈔票買債券 印鈔票買債券印鈔票買債券印鈔票買債券 印鈔票買債券 你買過來的東西 你就會讓你的資產負債表增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張圖 這一張圖 你看到紫色箭頭這邊 紫色箭頭這邊是2008年的時候的量化寬鬆 當時2008年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金融海嘯 沒錯吧 2008年當時發生一件事情叫金融海嘯 而FED在為了要去拯救全世界 它就開始了一個量化寬鬆 就是印鈔票印鈔票印鈔票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這個時候開始 FED的資產規模怎麼樣 一直在增加 它增加到兩兆 這個時候大概是兩兆的資產規模 好 你有沒有發現從2008年到2014年2015年 那個時候發生什麼歐債危機 好 不管 可是你發現喔 2008年的時候 當時的 2008年當時的資產規模是兩兆 我說是美元喔 不是台幣喔 兩兆美元喔 是兩兆美元喔 你會發現到了現在 最近 2020年 你會發現FED的資產規模變多少 七兆 七兆 你看喔 從原本的兩兆美元 變成現在的七兆 你覺得這個數字多還是少 不多嗎 多五兆而已 但是 它多了多少% 多了三倍 所以你覺得這個數字大不大 我跟你講超級大 好不好 你看喔 這個斜率抖不抖 什麼叫五 很多人都說FED沒有買債券 屁 FED買翻了 你看喔 你去看FED的資產規模就知道了 他們不是嘴炮護盤喔 不是喔 他們是真的 真的拿錢去買喔 2008年金融海嘯 那個時候事情這麼大 結果發現 大概是兩兆了 兩兆左右的規模 結果最近怎麼樣 到了七兆美元了 夠大了吧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發現 以後 FED的 我這樣講喔 你發現資產 FED的總資產規模 在減少 或是 沒有這樣一直增加的話 告訴你 這個盤就要小心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怎麼樣知道說 這個盤會不會有事情 或是會不會崩之類的 你就會看FED的資產規模 這個東西 我這樣講喔 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 因為這一次的 不管是美股 或是台股 或是全世界股市 會這樣上漲的原因 是在於說 錢太多 熱錢太多了 整個資金氾濫 流到市場上了 這個等一下講為什麼 因為錢太多了 錢啊 都是往市場上去移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行情叫什麼 叫資金行情 這個行情叫資金行情 這個不用做筆記 這個自己知道 FED講對盤要小心 這個行情叫資金行情 就是錢太多了 錢已經就是泛濫到市場了 你看先流到台灣 不管是流到哪裡 錢太多了 那所以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好 如果未來 FED開始抽資金了 或是他不要再繼續這樣買了 你覺得這個盤 他會不會休息 會 一定會 為什麼 因為行情是由資金去堆積而成的 當沒有了資金的活水之後 這個盤 他自然會下跌 或是休息 所以我們未來啊 我們未來就是看這一張圖就好了 我們未來就是看這一張圖就好了 只要FED的資產規模 他如果像之前2010年這樣 他可以維持 他可以在高檔去維持住的話 那OK OK 沒事情 但是 他不能怎麼樣 他不能抽資金 他只要一抽資金 我跟你講 這個盤一定崩 他只要抽資金 這個盤就一定崩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 我們去看這一張圖就好了 如果我們發現FED開始抽資金了 開抽資金了 我像你講 這個盤就真的會有事情 這個盤就真的會有事情 因為錢不見了 那為什麼 FED自然變成大傻幣 對沒錯 沒錯 沒錯 FED是大傻 沒錯 他那個錢就是用硬的 你知道嗎 因為硬傻幣錢都是硬的 他就是傻錢 如果你有聽我在前天的廣播我有提到 FED現在要求 他要求說 各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就好比我們那種雲林線啊 然後那種嘉義線啊之類的 地方政府 他們也可以去印 他們也可以去發債券 發債券來給FED去買 FED他以前是買什麼公債 現在不是耶 地方債 垃圾債 只要你想得到的債券 FED都跑去買 你想得到的債券 FED就跑去買 像之前講過那種垃圾債券 垃圾債券 FED也是照買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就叫做 從FED轉移看FED 不是 抽資金收取的方法 等一下我這樣講 等一下我這樣講 好這個我來講 這個我來講 等一下 之前美國 有廣播我提到 美國可以 地方政府 他們可以去印債 他們可以去發債券 發債券 然後來給FED去買 所以你看 FED買了那些債券之後 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怎麼樣 就增加了 他們資產就暴增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FED他是真的在花錢去買那些債券 這樣OK嗎 到這為止應該是沒有問題 不是 我等一下會來講 好 那所以說 我看看大家的問題 所以抽資金用什麼方式 抽資金就縮減付 他就不繼續買就抽資金啊 抽資金是用什麼方法 他只要宣布說我不買了 他只要宣布我不買了 那資金就沒了 他只要宣布我不買了 資金就沒了 所以抽資金很簡單 好這個資料哪裡可以參考到 這個資料要花錢買 不過他好像不用花錢買 好像是那個財經M平方就有 我不知道是免費的還是什麼 因為我是花錢買的啊 那可是這東西我也會補充給各位 FED是台股市美股 不是FED是聯準會 美國的聯準會 對剛剛有人回答了 好 這個和國安基金的互盤 是一樣意思嗎 完全不一樣 國安基金那個叫小額科 好嗎 國安基金叫小額科 聯準會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OK嗎 聯準會才是真正的大魔王 國安基金叫小額科 好不好 好 所以說 到這邊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要繼續講下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 你要想 為什麼 全世界的指數都會這樣漲 你去想一件事情 美國一直印鈔票 美國一直印鈔票 鈔票會怎麼樣 越來越薄 越來越不值錢 因為為什麼 會通貨膨脹 美國一直印鈔票 會不會通貨膨脹 有可能 是會的 因為越來越不值錢 你的錢越來越不值錢了 所以你知道 錢越來越不值錢 大家就會想要怎麼樣 把錢去挪到 報酬率比較高的產品 例如什麼 股票市場 所以為什麼最近股市會這樣漲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FED一直印鈔票 錢變少了 錢變薄了 錢變薄了之後呢 會怎麼樣 大家就會把這些錢 想要去挪到 比如說台股 比如說 那些新市場 黃金之類等等的 會去賺取比較高的報酬 這個就是為什麼 全世界的股市都會這樣漲 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看的 一些整個總體經濟的關係 因為FED這樣印鈔票 印鈔票印鈔票 大家會認為說 我們口袋裡的錢是越來越飽 越來越不值錢 錢越來越不值錢 所以你們覺得錢不值錢的話 麻煩給阿信就好了 好嗎 如果大家覺得說錢不值錢 都可以給我 沒關係 我可以名為其難收下來 可是因為錢不值錢 大家就會怎麼樣 大家就想去把錢 拿去做更有效率的投資 買股票 買黃金之類的 所以為什麼股市會大漲 就是因為錢太多了 那所以我也講過說 如果說 大家覺得如果說FED 他開始把資金抽回來了 那我跟你講 這個股市就要小心一點了 這樣OK嗎 那可能會有同學問到 可能會有同學問到 FED這樣印鈔票 他不怕美股會破產嗎 我跟你講不會 不要想著說 美國印鈔票印到破產 不會 目前不會 為什麼 我們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說 美國要還錢 有美債 要還錢 請問一下 美國沒有錢還怎麼辦 美國要還別人錢 他沒有錢還怎麼辦 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繼續印鈔票 他只要繼續印鈔票就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他不怕 他是不害怕說他沒有錢還 因為他如果真的沒有錢還 他就只要繼續印鈔票就好了 沒有錢還他就印鈔票就好了 印一次不行 你可以印兩次 兩次不行你可以印四次 反正不用怕沒有錢還 所以很多人都說 美股這樣漲會破產 你吃大便 美國沒有錢就印鈔票就好了 沒有錢就印鈔票就好了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外面很多人都在講說 什麼美股會破產 不要聽聽人家亂胡撤 要破產還早 還早 真的還早 這輪不到我們去想 但是我們只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美國這樣一直印鈔票會造成的 美元 美金 美金那個現鈔 會比較不值錢而已 我們只要擔心 美元會比較不值錢而已 那你擔心 美國會破產 那你真是多想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看的東西 那 這張圖 它就是會影響到接下來的 就是我們去觀察 崩盤的狀 會不會崩盤的一個 算是一個 領先指標 我把這個稱為領先指標就好了 FED它如果抽資金 你發現它的資產規模 在往下掉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小心一點 你就要小心一點 那如果FED它 可以像這樣子 資產規模還是在增加的話 那就沒有事情 那對股市就還沒有事情 因為我們 FED沒有把錢收回來 代表說資金活水一直都還在 這樣OK嗎 台灣沒有錢可以印嗎 可以啊 你可以拿去那個 全家便利商店 你可以自己印 只是別人會不會收就不知道了 什麼狀況下 FED會將資金收回 在 我這樣講 什麼狀況下 FED會將資金收回 我覺得今年 都有點難度 為什麼 因為今年川普要選舉 我這樣講 這東西就是說 FED什麼時候 會把資金收回 其實這很難講 這要看整體的經濟數字 就像當時大概在 2011幾年的時候 當時FED要把錢收回來 我這樣講 當時在2012還2013的時候 2012、2013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只要經濟數字是壞的 股市就會漲 經濟數字是好的 股市就不會漲 很奇怪啊 我在講一次喔 在2012還是2013的時候 那個時候 只要公布了經濟數字是很爛的 股市就開始漲 只要公布了經濟數字是好的 股市就開始跌 大家覺得很奇怪啊 照理來說應該是 經濟數字好股市才會漲 沒錯吧 那為什麼公布出來的經濟數字是壞的 股市才會漲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 只要經濟數字不好 FED就要繼續印鈔票 這樣懂了嗎 只要經濟不好 FED就要繼續印鈔票 所以在接下來你可能會看到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 就是說 FED應該說 經濟數字好 結果指數卻是下跌的 經濟數字不好 結果指數反而是漲的 接下來就可能會遇到這種狀況 因為這種狀況 這種狀況 在跟2012年的時候是差不多的 好 那有人說了 但是前年跟去年的縮表政策 美股還是繼續漲 沒錯 那是因為經濟有起來 我這樣講 經濟是真的有 是大家已經看到經濟有起來了 你在 我這樣講 在當時2012的時候 這個時候 當時這個時候 2012還是2011我忘記了 大概是在這個時間點 那個時候經濟還沒有真的起來 還沒有真的起來 大家還看不到未來 你知道嗎 還看不到未來 但是到了最近 FED在縮表 是因為公佈的經濟數字是真的好的 是真的好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又有差別了 那現在的行情怎麼樣 大家會知道說 未來經濟是好還是不好嗎 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大家只能說 明年的狀況應該會比今年好 廢話 今年上半年這麼爛 明年還比今年更爛 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明年上半年的狀況會比今年要好 那我們只能知道這件事情 那今年還有一個最大的變數 什麼 川普的選舉 川普啊 他在11月份 美國總統大選 你覺得川普現在拿了出什麼政績嗎 我跟你講 他什麼政績也拿不出來 川普他是拿不出什麼政績的 他唯一的政績只有什麼 股市上漲 他唯一的政績只有股市上漲而已 所以川普真的很火啊 開什麼玩笑 原本美股長得好好的 結果被你一個中國新冠肺炎怎麼樣 搞了股市大崩盤 你覺得川普會不會火大 一定火大的啊 沒錯吧 一定火大 他要選舉耶 選舉你給我搞這一套 開什麼玩笑 所以呢 你可以知道 美國啊 他現在要抽資金 川普一定會 所以不能說會靠壓到底啊 應該說會一直講話 說什麼美股還需要資金之類的 就是未來美股還是要一直講話 所以說 對 川普現在就只剩一招了 股市創新高 就這樣子 川普只剩下一招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 可能會注意到的事情 講到這邊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 講到這個整個總體經濟的部分 就是你要知道總體經濟的關係 然後你再來去判斷說未來行情 那就像我剛剛講過的 基本上這個盤 你也不用想說他會崩盤之類 不要這樣想 因為的確目前一點都沒有崩盤的跡象 目前一點都沒有崩盤的跡象 我這樣想說 一點都沒有喔 一點都沒有崩盤的跡象 我們只是不確定他是一路往上漲 還是慢慢往上漲 只有這兩個選項 但是他目前 是真的一點崩盤的跡象都沒有 因為經濟才剛要復速而已 這樣懂意思嗎 經濟才剛要復速而已 好 所以說 到這個為止 大家的那個應該都還聽得懂吧 剛剛那個 有沒有聽懂回答我一下吧 有沒有聽懂回答我一下吧 對啊 這個東西蠻重要的 就是說 你知道全球在發生什麼樣的情況 你才能知道說 你要去做什麼樣的策略 就好像這裡有人說 香港可能會出事情 我跟你講香港不會出事情啦 不會啦 香港不會出事情啦 目前怎麼看都不會 香港只是一個煙霧彈而已 香港 川普不至於會對香港做出什麼太嚴重的事情 不會 因為他要選舉 他也不敢 他萬一對香港做出什麼很嚴厲的制裁之類的 中國會報復 中國會報復喔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 現在 全世界 大家就是嘴巴上面講一講而已 真的要做什麼 很大規模的制裁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對啊 本來就不用擔心台股會崩盤啦 會不會下跌 當然一定會跌 不可能不跌 我跟你講講一定會跌 不可能不跌的 一定會有修正 但是你要說像3月份那時候大崩盤 機會不大啦 機會不大 就是我剛剛講的 機會不大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呃 我跟你講講就是我覺得在聽我的直播 就是最有 我覺得應該是最有價值 就是因為 對 剩下選股 這就等一下再講 這聽我的直播就是最有價值的 就是你可以知道 總體經濟可以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還是先來講一下 就是說 工商時間一下 7月份 7月4號高雄 7月5號台北 7月11台中 這個是 技術分析的課程 那其實你要知道說 接下來 你雖然知道指數 可能會修正 但是未來行情還是偏多方 你要知道 怎麼樣去選股 怎麼樣去操作 就是你不要去擔心說 未來到底是會發生什麼太重大的事情 基本上 不至於 你只要知道說 指數不至於崩盤的狀況 你就是找個股去操作 那個股去操作 那個股去操作 又跟剛剛的總體經濟沒有關係的 總體經濟是讓我們知道說 全世界會不會崩盤 那技術分析讓我們知道說 當不會崩盤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去尋找 可以操作股票 這個就是 技術分析的課程 會交給各位的 所以在7月4號高雄 7月5號台北 跟7月11台中 會有技術分析的課程 那課程結束之後 也會有一個月的LINE群的輔導 就如果你在課堂上聽不懂的 都可以在這個LINE群組裡面來問我 那反正有上過課的救生應該是蠻多的 大家知道來上過課 不能說保證賺錢 但是賺錢的學生應該是不少 因為你看之前丟隊長班 都是學生賺錢 都是好幾萬好幾萬在賺的 所以來上課 我看跟各位保證說 你一定可以學到外面很多學不到的東西 那接下來既然指數不會崩盤 頂多下跌 所以其實你要把目光好好放在 如何去選股跟操作 好所以說7月4號高雄 7月5號台北跟7月11台中這三天 好這個先講一下 然後再回來 那剛剛講到大盤 剛剛講到大盤 大盤的情況剛剛有人說了 指數撐得到撐入萬一 外資沒買太多 外資會大量買進場買台股的狀況什麼 好剛剛有同學說了 指數撐在這邊外資都沒買 為什麼外資沒買 因為怕啊 我這樣講 你不要外資每一次都是追高殺低 你要記得喔 外資都是追高殺低 每一次的低點都是外資賣出來的 高點都是外資買出來的 記得外資就是追高殺低 你要記得這句話 外資就是追高殺低 那為什麼外資這也沒有買 我們可以看東西 台積電 等一下喔 我們來看台積電 妳會發現 最近啦 之前 外資有買嗎 沒有 這邊為止外資都還是賣賣賣賣賣賣 一直賣 一直賣一直賣 是到了最近才有比較明顯的買超 沒錯吧 是到了最近的比較明顯買超 為什麼要買台積電?就是供指數而已 就是因為指數很強 指數很強就是買台積電還有誰? 鴻亥,這家買鴻亥 買台積電買鴻亥還有買誰? 一堆金融股,一堆金融股怎麼樣? 把指數往上拱,沒錯吧? 下面這一欄是外資 你會看到他們一直在買金融股 買台積電把指數往上拱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要講喔,並不是他們對於台積之後看的特別好 是因為他們之前賣太多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並不是他們把 點發哥等一下 並不是他們把台積看的特別好 而是因為他們之前賣太多了 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真是大盤 來,你看喔 外資從 2月份 當時的 你看喔,應該看得到這一條線吧 有一條橘色的線有發現嗎? 橘色的線 外資在2月份的時候,橘色的線的水位還在這邊 結果後來怎麼樣? 是水位就一路往下掉 你有沒有發現外資有把他賣掉的部分買回來嗎? 完全沒有 你有發現是完全沒有 一開始的橘色線還在這邊啊 2月份的時候 結果怎麼樣 外資一路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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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現在 外資又買回來嗎?沒有 指數漲回原本的地方了 外資還沒有買回來 對 就這樣子 他就只是把之前賣的買回來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說外資就怎麼樣 追高殺低 你看喔 我就說了 低點都是外資賣出來的 低點都是外資賣出來的 高點是什麼樣 是外資買上來了 有發現嗎? 你看喔 低點都是外資賣出來的 高點都是外資買出來的 這樣懂嗎?所以外資就是在追高殺低 就這樣 所以不要以為外資很厲害 沒有 他們就是在追高殺低而已 所以很多人會看外資的操作來判斷 狗屁 外資就是最高殺低 或是哪有什麼判斷意義? 沒什麼判斷意義好不好? 就這樣而已 那我們只知道說他最近 你看喔 他最近在買 就是把之前賣掉的部分 把它買回來而已 就是單純一個回補持股 可以看喔 外資才買了幾天 最近才買多少? 70億 44億 這天買多少? 176 外資不過買了多少? 買了大概400億左右 外資買了400億 指數噴了多少? 噴了400點 外資這四天買了大概400億 你這樣知道吧 所以為什麼最近指數這麼強 就是因為外資都會補持 好 我這樣講 有人說了 追高殺低不再賠錢嗎? 誰跟你說追高殺低會賠錢的 追高殺低才會賺錢 追高殺低才會賺錢 追高殺低誰跟你說追高殺低會賠錢? 沒有好不好 並沒有這種事情 追高殺低他不一定會賠錢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只要在上漲的過程 能夠把他補回來就好了 不要把外資想的這麼厲害啦 把他買高再賣掉 騙散戶 外資又不是神 不要把他想這麼厲害 他們只是 我這樣講 外資有分成所謂的主動型 跟被動型 這個太深了 所以之後外資會買回 會 你會發現外資最近已經在回補了啊 他最近已經在回補 你會發現他這幾天連續買五天耶 154 17 176 我說外資這四天買了大概400億吧 400億 指數漲多少 指數漲了大概400點500點 所以買1億漲 買1億漲一點這樣子 買了400億漲400點 就知道外資最近在回補持股 就這樣而已 外資的主要目的是起貨 也不是外資的重點在外匯好嗎 在外匯 所以 好我再回來 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討論了 我再回來 所以我只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你不要太focus在外資的操作補位 因為外資都是 高點是外資買出來了 低點是外資賣出來 這個其實我已經講很多遍了 那你現在只要知道說 外資竟然有開始 現在有開始在回補持股了 就表示這個盤 欸 外資都回來了 就表示 當然可能有人在顧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一直說了就是 你不要去預設說 會不會崩盤會不會怎麼樣 或指數很高 不要去預設這個立場 我們只要知道 指數還沒有要崩盤的跡象 你就只要去做 就是一直往上 就一直去做多這樣就好了 等到崩盤的跡象出現之後 你再來抽資金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等到盤不對的時候 你再來賣股票就好了 但盤還沒有出現問題之前 你就是還是做多吧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吧 所以到這邊為止 大家有聽懂嗎 應該有吧 應該有吧 就是 從整個大盤 然後講到整個總體經濟 然後再講到 現在盤面的變化 外資 那 所以說你看最近的股票都怎麼樣 你看 最近都長誰 友達 群創 然後誰 洪勝 你會發現這些股票有什麼 共同特徵嗎 你有發現這些股票有什麼共同特徵嗎 有發現嗎 有發現嗎 你看喔 這些股票有什麼 友達 群創 友達 洪勝 還有最近還有漲誰 還有一些奇奇怪塊股票 為什麼最近會拉到這些股票 因為 這個盤在找什麼 在漲 之前沒有漲 在漲落後的 什麼是漲落後的 因為 很多高的都已經拉上去了 很多高的股票都已經拉上去了 那請問一下 拉上去之後 資金就會尋找這種落後補漲的標的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最近還有誰 長榮行 就是他之前都沒有什麼漲的 包括連鴻海 這個爛東西都漲了 你看連鴻海都開始漲了 就是說現在的盤是在拉什麼 在拉落後補漲的標的 你只要知道這個就好了 那這種落後補漲 其實是好操作 不好操作 因為你要嘛 我這樣講 現在這個盤 你會賺錢只有一種人 就是被套很久的人 就是他已經被套了大概兩三個月了 都沒有解套 他在最近他可能才會賺錢 那這種人操作是對還是不對 當然是不對 這種做法的操作 如果你在最近你發現 你怎麼一直在賺錢 代表說你的操作是錯的 因為我這樣講一件事情 你看一個人的操作 你看一個人的操作 這個人操作 他在該賠錢的時候 是應該要賠錢的 如果他在不該賺錢的時候 而賺錢 就代表說這個人的操作是錯的 你要大家要記得這個觀念 如果說這個人的操作 他在不該賺錢的時候 反而是賺錢的 那這個人的操作 他就是有問題 這話你要知道 所以最近的行情 你發現如果那種最近的人說 他賺很多 通常這種人 他是不適合去操作 他操作方式是錯的 這個東西你要知道 盤在很多時候 不該你賺的 你就不要去賺 這樣懂嗎 因為行情有分 好做跟不好做 像最近的盤 就是明顯比較不好做的 為什麼 因為都在漲這種落後的標的 落後補漲的標的 那這些股票 都是相對比較弱勢的 這樣了解 相對比較弱勢的標的 請問一下 你要去做這種股票幹嘛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在之前買了 放了多少 放了一兩個月 好不容易賺起來了 但是代表說 你這一兩個月的時間 你是浪費掉的 所以我說了 這種行情 看起來好像很好 指數好像很強 但容易操作嘛 其實不容易 所以現在的狀況 其實你並不適合去放太多的資金 但是不是叫你說 不是叫你說要 這樣講 還好虧錢 不是也不是叫做虧錢 只是說 怎麼會虧錢 應該說只是你會賺比較少 你沒有辦法像之前可以賺這麼多 這種行情你只能用 不能說都空手 絕對不能空手 因為空手你會完全參與不到這個行情 但你只能用比較小量的資金去炒作 就你用比較小量再多一點點好 用中等部位就好 就可能你資金 假設你 假設你有十成的資金 你把它放五成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你資金部位不能壓得太大 資金部位不要壓太大 然後還是要去操作這個牌 只是你要知道說 最近啊 最近啊 最近就是 就是漲這些落後補漲的標的 就是這樣子 那你就要知道說 落後補漲 那你可以選什麼 就選一些比如說 就是 都還沒有漲起來的標的 你只能去選這種 都還沒有漲過的標的來操作 只能這樣子了 好 那所以說 對 前幾位攤平他躺平都開始賺了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這些人你看喔 攤到躺平的 其實他了不起也只是小賺而已 也了不起只是小賺 他不會大賺 好 那剛剛有人來問說 10成 不是啊 全滿10% 10成 就是百分之百的資金 你去抓到一半的 一半的概念 好吧 所以說 剛剛有看到有人問誰 對 群創操盆 說真的 剛剛有問群創 說真的群創到底有什麼題材 我也不知道 我們來看東西好了 還是一樣 回到紀錄線型來看 好你看喔 你又發現一件事情 這是群創的日線圖 日線好像很厲害 對不對 過去長了三根上來 沒錯吧 對啊 紅海真的是爛東西啊 爛死了 我現在還有紅海啊 我這樣抱就覺得 雖然是沒有什麼賠啦 只是 就覺得說很慢而已 好你看喔 這是群創的線圖 日線 這是日線圖 好像很漂亮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周線 我們來看周線 來看喔 你有發現股價這禮拜往上漲怎麼樣 哇 剛好碰到什麼 剛好接近了上面的什麼 剛好接近了上面的均線壓力 有發現嗎 剛好接近了上面的均線壓力 這個就是很多底部期漲的 應該說 共同的特徵 就好比說 紅色其實也是一樣 你有發現 它往上漲了 是不是也很接近什麼 也很接近上面的壓力點呢 沒錯吧 就最近這種 不管是友達群創 你看喔 都很接近什麼 都很接近上面的均線壓力 但這種狀況它會不會續漲 我不知道 我只能說 當股價去碰到這種均線壓力的時候 它 就 有一點尷尬 就是你要在這邊去追 風險就會比較大 好 再來 對 鴻海 我覺得鴻海是爛東西 對 因為它漲很慢 好啦 當時是在 這個 我記得文章是寫在這邊 當時的Pressway文章寫在這一天 5月26號 我說了只要鴻海 這根K棒的低點標迫 它就是會往上漲 我當然文章寫在這一天 所以 從這邊開始 你看喔 股價也是一路往上 只是它真的好慢 滿腦真快受不了 它怎麼可以這麼的慢啊 就台積電都不知道噴多少 鴻海台蟲多少 70幾塊 漲到多少 漲到78塊 連80都還不到 就很爛啊 好啦 不管 好 那剛剛有問說 定影 6251的定影 好 你看喔 我們來看定影 我先教個東西 你不覺得它現在的線怎麼樣 欸 好糾結喔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線怎麼樣 欸怎麼都全部都糾在一起 跟麻花一樣 欸 對 像這一種股票啊 記得 像這一種股票 其實就很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發動 它均線太糾結了 你看喔 它均線是全部都糾在這邊 均線太糾結了 變成說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發動 而且它最近 你看它最近幾天 一天兩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 七八九 最近九天啊 可以發現它黑黑棒出現的頻率比較高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它一直在遇到壓力 好 那遇到壓力的狀況之下 它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是不好的 可是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我把現在的線拿掉 欸 你會發現 過去這幾天 股價都在這一條 24日線下方 沒錯吧 可是到了最近 可是到了最近 欸 你會發現 股價反而是在這一條24日的均線上方 這種就表示 我跟你講 如果假設 如果接下來定影出現一根 價漲量真的紅棒的話 站穩這條均線 那股價就有機會繼續往上漲 所以你只要觀察 這條線 24日線 有沒有跌破 均線沒有跌破 那就沒問題 均線破了 欸 那它可能又要繼續往下 或攀正了 這樣懂嗎 所以只要看這個東西就好了 好 再來 欸 還有誰 嗯 瑞奇電通 好 好 當時文章要寫在這邊吧 就是後來就一路往上飆 他寫在這邊 就一巴巴巴巴一路往上飆 好 那你看喔 像這種狀況 它一樣還是守在均線這邊 我們現在把錢先拿回來 欸 人數低於200了欸 我們是該收工了 像這種狀況你會發現 欸 股價在均線下方 那這種股票你要碰嗎 還不用 因為股價還在五日線的下方 你現在 如果你要買這檔股票 你等到 股價重新站回五日線之後再說吧 在還沒有站回五日線之前 它連碰 你連碰都不用想去碰 再來 2458 一龍店 這是這禮拜 Prestway寫的股票 就寫在這一天嘛 寫完之後就啪啪啪就上去了 那 其實我們最近要找的股票是這一種 不過像這一種 能夠一路往上漲的標的 其實相對較少 相對較少 那 我這樣講 為什麼會選到它 其實 這個東西可以解釋一下 主要原因在於說 它這邊 你看喔 這是我上禮拜寫文章的位置 在這一根可以幫 感覺好像長很多對不對 其實沒有 它在這一根之後 後續又長了十幾% 好 我這樣講喔 最近會選什麼 量能怎麼樣 你會發現量怎麼樣 今天的量 比昨天的量還要大 今天的量 比昨天的量還要大 那 最近 我們會注意到這種 量能持續放大的股票 都表示什麼 表示 它有 可能是有人知道消息 因為它公布營收 營收創新高 可能有人會知道消息 可能是配合有什麼利多之類的 像這種 量能持續創高的股票 就是我們可以留意的 那 可以 你看喔 看到這一根 我們來看到這一根 可以幫 你會發現這一根K棒的高點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壓力點 為什麼 我把它畫下來 等我一下喔 這一根K棒的高點就是壓力點 為什麼 因為它量非常大 有發現嗎 它是一根大量的K棒 大量K棒的高點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看到中間這邊 股價碰到壓力點就下來了 可是到了上禮拜五的時候 你會發現 股價是價漲量增的 站上的壓力點 那像這一種 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你看到像這一種 它突破壓力的時候 它當下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那你在這邊進場之後 當然股價就比較有機會 去走一個波段的漲幅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那你說這樣股價 接下來能不能繼續做呢 我們來看它周先 基本上喔 你看喔 它整體的趨勢還是偏多方沒錯 可是你有發現它上禮拜的量已經爆非常大了 它量爆了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而且又是兩根紅棒這樣上去 等於說你要在下禮拜一立刻跑去追價 其實風險就會比較大了 你要在立刻跑去追價 風險就會比較大 我不確定它能不能繼續往上漲 但是因為就像阿信剛剛講的 你在買股票的時候 你要選在什麼 還沒有起漲的時候 不要等到股票已經漲上去 噴上去的時候 才想去追 這樣了解意思嗎 那現在股價其實已經上去了 已經上去了 而且你會發現 它的量怎麼樣 很大 你看喔 像上一次爆大量之後 股價是整理了多久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股價是整理了四個禮拜 才要繼續往上 你會發現它每一次爆大量之後 股價都需要整理 你看喔 它這次爆大量之後 股價是整理了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整理了六個禮拜之後 股價才往上漲 那所以說像這種狀況 最近 最近這種漲上去的股票 我不會想去碰了 我只會把原本的持股去爆牢 去把它爆住而已 但是我不會想再繼續增加庫存了 只是像這種股票喔 我這樣講 它未來都還有機會繼續往上 它未來都還有可能會繼續往上 好再來 有人問到什麼 看一下喔 翼龍 241是什麼東西啊 經濟 這什麼東西 我這樣講 這種 這種股票 以後盡量不要碰 為什麼 因為它量太小了 通常我們會選擇 如果 我這樣講 如果它大概是10塊 到50塊之間的股票 它每天的均量 我這樣講 它日均量 起碼要到700張以上 你看像它量才258 這種量都太小了 這種股票你買了 很容易就會被阻力給操控 所以這種股票 我建議它不要碰啦 所以這一種的話 因為它量太小了 麻煩請記得 像這種量小的股票 以後就不要碰了 再來 和聲堂 好 上禮拜五有個新聞什麼 我們的阿明 陳泰明 他講了一個東西說 被動元件 未來不明朗 講完之後 你看喔 國劇也開始跌了 華新科也開始跌了 和聲堂也開始跌了 什麼都跌了 對 因為我們阿明講了這句話 阿明講了 就是被動元件 第三季不明朗 我不知道它是講真的還講假的啦 但是我只能說 按照線圖來操作 你看喔 按照線圖來操作 這一根K棒什麼 是一根價跌量增的黑K棒 我剛剛講過 黑K棒的長度越長 K棒的長度越長 力道就越大 你看喔 昨天的紅棒 是一根價漲量增的紅棒 不對 禮拜四的紅棒 是一根價漲量增的紅棒 禮拜五卻是個價跌 可是你發現成交量更大的黑K棒 像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股價它有一點走弱了 所以你看到這根K棒出現之後 你要幹什麼事情 你只要把 它的高點畫起來 這樣就好了 你只要把高點畫起來 這樣就好了 你懂得懂嗎 它的壓力點在這邊 如果股價還沒有辦法佔上壓力 那就不要去買它了 那包含合身上也是一樣 它 它是一根什麼 它上禮拜五是一根價跌量縮的黑K棒 這種狀況表示 欸它還好 可是 那像這種情況 它適合進去買嗎 其實不適合 它完全不適合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這一根K棒 它的量非常大 這根K棒的量非常大 所以其實這根K棒的量 還在這邊的話 這種狀況其實它不適合去買 因為代表說這一根K棒就是一個什麼 壓力點 這一根K棒就是一個壓力點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這種狀況它是不適合進去買的 你去買的話 它 等一下喔 去買的情況之下 當然就是比較不好的 還有問什麼問題 怎麼覺得好像變成那種結股票 好 所以還有問誰 3374 3374 3374 精彩 其實我覺得精彩的線並不差 精彩的線不差 你看喔 一樣我們來看東西 大量的K棒在哪裡 先把它抓出來 大量K棒 目前你看到量比較大是 它 我們先把線拿掉 大量K棒先把線拿掉 等一下喔 然後 大量K棒是它 4月17這一根 跟它 這一根 去把它標示一下 這兩根 好 你看喔 我們把高點畫起來 把它高點畫起來 好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根大量K棒的高點在這邊 看起來目前是有站上的 可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根 5月15號這一根大量K棒 它的高點有站上嗎 沒有 所以如果這兩股棒你要碰 如果這兩股棒你要操作 你一定是等到什麼 等到這一根K棒的大量高點 站上之後 你再來操作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怎麼樣 股價只要碰到這邊就往下跌 碰到這邊就往下跌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大量K棒的高點很重要 它要突破 什麼時候突破 就是等到 股價 有辦法 站上大量K棒的高點之後 它才是一個進場點 那如果還沒有站上怎麼辦 我就不要進場 就這樣子 還沒有站上 你就不要進場 等到站上之後 你再來操作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看這個東西就好了 再來 一三一四 好一樣 同樣的方式 請問一下我們要看什麼 大量K棒 誰比較大 這大概就這兩根 這一根 跟這一根 大概都在這邊吧 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像這一種你會發現 欸怎麼被卡在這邊 欸怎麼均線的 你會發現大量K棒的距離 壓力點好近喔對不對 有發現嗎 非常近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周線 它周線也是一樣 它 這根要站 站不上的 好 像這種狀況啊 壓力點很近的話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像這種壓力點很近的話 就是要等到兩個都突破會比較好 它一次 就是要把兩根壓力全部突破 你看喔 它的壓力在這邊 這一根 這一條線大概多少 八點 六五 跟多少 八點 五五 它壓力點很近 它要嘛就是一次把兩根全部都突破 要嘛就是一次把兩根全部突破 所以這種壓力點太近的股票就比較麻煩 它要嘛就是一次兩個壓力全部突破 突破之後就一路往上走 那如果沒辦法突破咧 那就先不要操作 就這樣子 只要先看它壓力點有沒有過就好了 再來我們看看東西 好渴喔 它距離 你有沒有先把壓力拿掉 它距離上方的這一條兩百日線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代表說它這邊其實還有機會繼續漲 它這邊是還有機會繼續漲的 像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這些低檔股票 還有誰沒有動 塑化 塑化股還沒動 我們可以看到台塑 就如果鴻海那些已經飆上去完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最近的塑化股 其實還沒有什麼動 所以其實在接下來 我覺得會留意一下塑化股 因為他們其實並不差 他們其實並不差 但他們股價卻還沒有什麼動 所以這種狀況 就會覺得說 可以留意一下塑化股 再來 3515洗翻了 對3515很洗 3189 一樣 好 緊縮 我們先看它的周線圖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把線拿掉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很明顯吧 股價只要每一次反彈到這邊 反彈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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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只要反彈到這邊怎麼樣 都被往下打 股價每一次反彈到240線 它都被往下打 就代表說這條線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壓力 所以就是說 接下來股價 你要不要突破這條線 再來操作 要嘛就等到它回檔之後再來做 因為它這邊太靠近壓力點了 它太靠近壓力點了 所以這種情況變得會比較不好操作 你要嘛等它突破之後再說 要嘛就等它跌下來之後 回檔之後你再來買 就是不要買在這邊 對所以說 最後來說你要去判斷上方的壓力在哪裡 上方壓力怎麼判斷 大量K棒的高低點 均線的壓力 再來 反彈 反彈是上禮拜寫的 然後我記得寫完之後 拉了一根 這麼多 這樣講喔 上次文章寫在這邊 結果寫完之後隔天就往上噴了 那像這種 6月1號這一根 隔天就往上噴了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像是這種 駕長量增的紅K棒 記得 它隔天的開盤是不能夠開低的喔 那時候我那種講過 這根K棒它長的大概 快6% 5%多還6% 這根K棒它是一根 駕長量增的紅K棒 駕長量增的紅K棒 它隔天開盤價是不能夠開低的 它在隔天開盤如果開低的情況之下 這一檔股票就轉弱了 你知道記得這件事情就好 它隔天的開盤是不能開低 所以 那時候講過 你在這一根K棒開盤開低的時候 就知道 嗯好 要互利了解 我是跟各位說 最新的行情怎麼樣 你就是要跑得快 你沒有什麼 你沒有什麼第二句話可以做 因為最新行情 它只要拉了一根紅棒之後 它可能就要休息了 最新的行情就是這樣 它今天漲了一根紅棒 大概以5%當作基準點 它如果今天漲幅超過5%的話 它可能接下來今天就要休息了 最近的行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要看到今天股價大漲 欸好很開心 沒有喔 跟你說最近的行情 只要往上漲 漲超過5% 6% 7%以上那種的 它很有可能隔天就休息了 沒辦法 最近的行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 為什麼大家覺得最近很難操作 因為你獲利沒有辦法放大 不是說會賠錢 是你獲利沒有辦法放大 因為它可能漲一天 隔天就休息了 所以你很多人會說 我想把股票報一段 報個頭啦 股票報一段 你根本賺不到錢 股票報一段 你根本賺不到 因為你最近行情太快了 所以你今天往上漲 隔天你可能就要丟出去了 那丟出去之後要幹嘛 去找下一張股票 就這樣子 那找不到咧 就不要操作了 你只要去抓到那個對的股票 抓到那一根之後 隔天就丟出去了 對所以你看喔 這些東西其實 每個時候的盤面 有不同的狀況 那你不能用一套邏輯 再去操作這個盤面 我一直在講說 這個盤非常的快 節奏超快 超級快 那這種節奏超級快 就是你不要想去賺多 你有賺就好 你不要想 我一檔股票賺 好多不用 好不好 不要想像這種事情 因為你基本上 在現在的盤是不可能的 漲上去 接下來就跌下來了 漲上去 沒過多就跌下來了 所以你要知道 這種盤就是 漲上去之後 賣掉 漲上去就跑 這種盤就漲上去就跑 就是這樣 對 南貿也是一天漲 隔天開地就爆了 這種盤就是漲上去 你要知道要賣股票 你不要想說你要抱著 抱著我跟你說 你都會把從賺錢爆變賠錢 這種盤就是這樣子 很靠杯的盤 沒辦法 盤就是這樣走 沒辦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再來 唉 4551 剛剛有說要站在高崗上 唉 我這樣講 整個汽車產業的確是會回復 可是 說真的啦 最近的行情喔 我不會叫大家去停順 也不是不叫大家停順 只是說最近的行情是說 你股票爆一段 你看喔 他這一根 你不覺得他跟大阪很像嗎 他這根大阪非常像 這一根也是一根駕長量增突破 所以接下來 他的走勢也是有機會會繼續往上走 只是說 什麼時候往上走 你不知道 他可能是慢慢整理整理整理了很久之後才往上 那他不會立刻就往上衝 所以這種情況 如果你是被踏好的 那你就只好繼續抱著 你也不用砍在這邊啦 講白了 就是你只好繼續抱著 你也不用砍在這邊了 因為砍在這邊其實意義也不大了 再來 常常還能進場嗎 不要了 為什麼 因為 他離這一條線也很近 之前文章寫在這邊 當時Prayce的文章寫在這邊 多少 9塊的時候 寫出來的時候被大家罵得要死 為什麼 疫情嚴重 你只要搭飛機 拜託 我記得 傳產股是要買在最爛的時候 當大家都不看好的時候 這個股票才會買的價值 你要知道 那現在股價往上漲了 每個人都要搭飛機了 誰不知道 問題是 股價它通常都是領先反應的 好啦 再來還有什麼 松翰有機會上去嗎 不會 上不去了 不是上不去啦 他公布的營收並不好喔 松翰公布的營收並不好喔 松翰不會了 人數跌破200 知識人可能會轉這麼好 有可能也會 好 松翰還有機會上去嗎 我覺得機會不大啦 我這樣講 我之前有阿建哥哥講過 你不要再去看防疫概念股了 你不要看9919 康納鄉 你看 當時我在這一天講的 在這一天 5月26號 印象非常深刻 印象非常深刻 我都說了 我在這天講 我說你不要再去捧那什麼 生技股 防疫概念股 很多防疫概念股 現在都 有一點問題了 我在這一天講 大家可以去看 結果講完之後 股價就下來了 你看喔 包含熱硬也是 大概 他也沒有繼續漲 還有誰 好像比較強的只有他啦 南六耶 只有他還創新高 可是像大家一直在問的 康納鄉鄉 其實你看喔 他就已經上不去了 還有誰 包林 你看這一天 這一天 5月26號這一天 已經上不去了 所以最近很多生技股 或是防疫概念股 都是這樣子 所以 我目前 照最近 我不會想再碰這些股票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營收 可能了不起 最好就是這個樣子 了不起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它不會再有那種爆發性的成長 很難了啦 那它營收如果沒有在這種 爆發性的成長的話 我就不會想繼續碰了 因為接下來的行情 我想接下來的行情 一定是看 誰的業績 有辦法再繼續成長 那像這種生技股的狀況之下 生技股他們業績 你說他們業績會不好 也不至於 但是會再繼續有這種爆發性的成長嗎 很難 我就跟各位講 就像剛剛FED那個事情一樣 它就算沒有抽資金 它只要不繼續買 可能大家對於指數就會比較疑慮了 那像這種股票也是一樣 如果它的業績 它的營收 沒有辦法再有這種爆發性的成長的話 股價很有可能就上不去了 所以我來跟各位講 就是說最近 就是不要再碰這些防疫概念股 寧願把資金放在別的地方 也不要再碰這種防疫概念股 因為它 風險已經變大了 這樣懂嗎 一樣 台灣還是一樣啊 都一樣 欸它還沒漲 好啦 這種低檔就算了啦 低檔就算了啦 好再來 貿細 等一下喔 有人問這樣 它算是站上壓力 這一檔算是站上壓力點嗎 算 它算不算站上壓力點 算 它是算的喔 所以這檔股票其實說呢 它這一 它這一根是還不錯 這根是長得還不錯 只是公司老闆乖乖的而已 然後剛剛也有問到說什麼 易燈 3048 這一檔 我們來看看東西喔 我們來看到這根K棒 這樣有沒有可以教學一下 我們來看到這根K棒 你會發現這根K棒它是什麼 它是一根十字K棒 沒錯吧 它是一根十字K棒 而且它的量怎麼樣 超級大 好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這一檔股票 你要判斷它未來會上 還是下 我這樣講一件事情 你只要看它這個東西 你把它高低點畫出來 如果未來股價 能夠突破這一根大量十字K棒的高點的話 這一檔股票就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那如果說低點如果破了的話 它就很有可能會回檔休息 所以這一檔股票你只要看 它的高點多少 19塊1 低點18塊45 你只要看這兩個位置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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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了解嗎 你只要看這兩個位置 你只要看它是高點突破還是低點跌破 那像現在它的均線都還是一個 偏向多頭排列 它要跌也跌不深啦 那所以你要看它往上漲 它有沒有能夠辦法突破這一根 6月3號這一根大量十字K棒的高點 19塊1 那要看這個就好了 四季剛還有機會往上嗎 那上禮拜不就往上了嗎 我覺得這樣股票還不差啊 還沒死啊 但我也不知道說為什麼它還有機會往上嗎 我覺得它不差啊 我一直都覺得四季剛不差啊 它還有死嗎 沒有啊 只是 很 這張股票很煩啊 它在這邊上上下下死很煩 那我覺得這張股票 你就要可以做嗎 我覺得它還沒死啊 還有什麼 金像電 好你看金像電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一樣都是什麼 大量的K棒 你會發現它現在股價怎麼樣 它現在股價有沒有跌破大量K棒的低點了 現在股價有沒有跌破大量K棒的低點了 現在股價有沒有跌破大量K棒的低點了 有 跌破之後怎麼樣 跌破之後怎麼樣 等一下 股價要去往下 你會發現跌破之後怎麼 你看喔 這幾天 一天 我先把它拿掉 等一下 我把均線拿掉 好你看喔 這一根K棒是大量的K棒 所以它的高低點很重 你看喔 這一天有沒有跌破 沒有 它盤中跌破 收盤就拉起來了 這一天有沒有跌破 沒有 盤中跌破 收盤拉起來 真正跌破是在這一天 6月2號這一天 你有沒有看到跌破之後怎麼樣 啪啪啪啪 股價往下了 沒錯吧 就是所以說你看喔 這種大量K棒如果破的情況下 股價就有可能會繼續往下了 好 那再來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欸 股價在往下 結果遇到什麼 它剛好遇到了這一條 藍色的24均線 有發現嗎 它剛好遇到這邊了 股價現在下面遇到均線這邊了 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均線也有可能會給股價支撐 所以它就是一個上游壓力 下游壓力下游支撐的概念 這樣懂嗎 它就是一個上游壓力下游支撐 這種狀況對表示股價 它比較有機會叫盤整 OK嗎 它比較出現的可能就是盤整 就是可能不上不下 就是所謂的不上不下 那盤整的股票就避開它吧 既然了解好 盤整的股票就避開它吧 再來剛剛還有問什麼 剛剛有問全台 好全台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它股價也是有什麼 它也沒有跌破下方的這一條 藍色的24均線 那像這種沒有跌破的狀況之下 它的趨勢就沒有改變了 你只能就這樣判斷就好 你要小心一檔股票 它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你只要去注意這個東西就好 它的趨勢如果沒有改變的狀況之下 它就還有可能會繼續往上攻擊 你知道注意這個就好 就你不要太在意股價短線的漲跌 你是要看它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重點在於趨勢有沒有改變 它趨勢如果改變的狀況 你就把股票除掉 當趨勢如果都還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當然股價就還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這樣了解嗎 好再來 欸一個半小時欸差不多了吧 再來還有什麼 生技股或是防疫概念我可以放空嗎 基本上我不會想去放空中 因為它也不好空 只是我覺得風險太大 我不會想去碰 因為主要是風險太大了 有人問說老師見轉還會漲嗎 欸我不是算命的 我怎麼知道它會不會繼續漲 我只能說你看喔 它現在 你看個東西就好嗎 這個太遠了 這一根K棒它太遠了 它這根K棒的大量是離最近太遠了 所以沒有判斷價值 去看這一根 欸 它 如果最近的股價 如果股價連這個位置都跌破 我跟你講就真的很不好 那我什麼意思 如果股價連這一根都跌破 連這一條線都跌破 連這一條線都跌破 那就很不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連這一條線 這一根大量K棒的高點都跌破 那就不太好了 OKOK好累喔 請問老師怎麼看趨勢有沒有改變 趨勢改變有很多種方式欸 比如說跌破均線 比如說跌破大量K棒的低點 比如說整個形態M投音出來 跌破趨勢 趨勢改變的方式超多欸 這個你可以直接來上課 我覺得這個如果你要問 這個可以直接來上課 上課都會教你說 怎麼樣去判斷 這一檔股票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這些都是上課會教的 你說要用直播來講這個 這個真的太難了 再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問 看一下喔 好多喔 突然股票都冒出來了 突然股票冒出來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剛剛有問 好我現在選最多人問這一檔 艾普 如果你要問我說 現在還能買艾普 我只能說 你要去買的風險真的超級大 他那天公佈了一個東西 他4月竟然是虧損的欸 見鬼了 他4月竟然是虧損的 他4月是虧0.07元 那股價漲到這邊來 說真的啦 你要說去這邊去買他 我覺得風險也是挺大的啦 但是你說他要立刻崩嗎 感覺還不至於啦 所以這種東西 你只能等股價有回來修正之後 你再來買吧 你看到一件事情喔 他接下來比較有可能的狀況就是說 他可能會帶來這種大量K棒 你看喔 他上禮拜五是已經 禮拜五六五號這件是跌破大量K棒的低點 但他跌破是一個量縮跌破 所以代表說他還是有機會可以站回去 這一根大量K棒的低點的上方 只是變成說他如果在高點還沒有突破之前 股價都還是有機會盤上 而且像這種已經漲太多了 漲太多的狀況之下 就建議不要了啦 就建議不要追了啦 好 有人問說是銀帽 好冷門喔 怎麼突然問到這樣 這種股票我是沒什麼興趣啦 而且你看喔 他過去這段時間 他現行真的太亂了 這種股票建議不要碰了啦 好啦好啦 下次請找好嗎 現在已經講了一個半小時了 下次請找好嗎 我再回答一下看 3680的加登 一樣 剛剛都是同學問了很久了 一樣 我這樣講喔 下禮拜會有很大的事情 叫什麼 6月9號 6月9號台積電會召開股東會 大家一定會問什麼 一定會問 他的資本支出會不會減少 6月9號是台積電要召開股東會 大家都會問說他資本支出有沒有減少 如果台積電在股東會上宣布他會縮減資本支出 我跟你說 這些設備儀器的股票就有問題了 就會跌了 所以說這兩天我會建議說這種設備儀器的股票 或台積電的相關供應鏈 就自己小心一點 因為他6月9號召開股東會 你不知道他在股東會會爆出什麼驚人的訊息 有可能什麼事都沒有 你有可能會 他會講說就是關於跟華為那件事情有關係 我們不知道 只是在這種不確定性的狀況之下 最近這種設備儀器的啊 台積電的概念股都會比較偏向去避開 再來 所以說 好啦 可以看到現在人數剩下183人 就是剛剛說過 反正直播人數跌破200人 就收工吧 所以說 那個 有問題的話 大家問的超多 我其實下次可以早一點好不好 我都有預告說 就是 三點會直播 那直播到現在已經播了大概一個半小時了 那請下次請早 因為講這種酒氣真的蠻累的 好啦 所以說 嗯 我這樣講啦 如果你講無問題的話 我建議各位是直接來上課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 就算你可以知道說 上課你自己會知道該怎麼樣去判斷這張股票 但我在直播我會跟大家講一些就是說 哪些地方該注意的 或是哪些地方是我們要去小心的 像比如說像這種大量K棒 你可以看到這種大量K棒 就卡在這邊 它就是一個壓力點 那 這些東西就是我們要去知道的 一些技術分析的東西 那這些技術分析的東西 其實它可以幫助你的判斷 應該講 它可以幫助你做很快速的判斷 這樣我怕是能買還是不能買還是要出場 這些東西其實我這樣講 你自己要會的 好嗎 那像有人剛剛說了什麼 就是 劍湖山 劍湖山的代碼我還不知道咧 就是最近這樣這種 呃有個新聞說什麼 就是 好像什麼19歲以下的小孩 就是反正去有六元碼可以免費這樣子 唉 我這樣講 劍湖山量超小 這種我是不會去碰啦 好不好 好啦反正今天直播就大概到這邊啦 就是已經播了一個半小時了 最後還是講一下 就是如果說 自己去 有一個 有一套 學會股票的方法 比較重要 不管是在Pressplay文章 或是在我的上課 其實你都可以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說的 如果指數未來還是一路往上話 你要知道說 你怎麼樣去選到對的股票 選到對的股票 你才可以放大你的獲利 那像最近有同學問我說 欸 老實說 最近賺好多喔 我是不是可以把工作辭掉 然後 不要 就專心做股票 那我說拜託你不要想好不好 工作還是你的本業 股票只是讓 你可以去改善你的生活 讓你的生活可以過得更好 好嗎 所以說 學會一套技術之後 我們不一定要靠股票可以 養家活口 但是起碼可以讓我們的生活 可以過得更好 OK嗎 所以7月4號高雄 7月5號台北 7月11台中 想要報名的 等一下可以在下面留報名表 那 上完課的 也會有一個月的課服時間 就你不用怕說你聽不懂 重點是你只要肯問 我都會教你 如何判斷 股票進場點 出場點 選股 都會在課場上面 告訴你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